首先出场的是俄罗斯选手奥加和纳塔利亚 前面两轮双人比赛都是要完成的规定动作 在前面两轮的规定动作当中呢 运动员都是受到难度的限制只有2.0 每一组裁判去掉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 留两个有效分 他们要跳一个反身跳水 看到王欣现在的身高确实是挺高的 达到了1米64 而后面5个以S开头的呢 是为运动员打出同部分的裁判 下面出场的是马来西亚选手梁敏仪和潘德莱拉 现在起跳的时候稍微的远了一些 我们看到从侧面就是有明显参加过2000年的奥运会 长头发的这位就是金银香 他代表朝鲜队参加了08年的奥运会 两个人同样是做了线条不是很直 我们可以看到水花呢也是没有 这一跳是得到了46.20分 这一队在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收获了双人十米跳台的铜牌 而在昨天进行的女子十米跳台的决赛当中 还可以 塔迪亚娜呢就是入水的时候水花稍微大了一些 宝拉的男友也是墨西哥跳水队的一名队员 在这次的深圳大运会上 除了6号选手乌克兰队的尤利亚和爱琳娜 原配搭档的是维克托利亚 英国选手萨拉和詹尼弗考恩 反身跳水 她的这个入水啊臀部的位置呢没有加紧 所以呢水花呢稍微大了一些 尤其是萨拉她应该说在英国的跳水界还是不错的 7队选手当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 稍微的翻腾力大了一些 而且我们看到她的这个脚尖啊 就是有这样的话就是会影响到她的这个动作的时得分了 中国选手排在第一个 难度相对较低 挑战性也不是太大的动作 你能看到镜头左侧的运动员 他在起跳的时候太着急去做动作了 只拿到了39分 这对于规定动作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的 在第一跳就拿到了52.2 人的动作呢还是不错的 而且 49.2 这是他们两跳之后的马来西亚布特拉大学上学 在这次的马来西亚队的所有队员当中 镜头上面看好像梁敏仪的这个入水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转体了 四项参赛 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女台商人之外 其他的三项分别是朝鲜选手金银香和张志慧 向后跳水 他们就是在入水方面处理的稍微差了一些 所有的朝鲜队员都是在金日成大学的财经学院学习金融专业 他们也是希望呢在大学毕业之后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宝拉和塔蒂亚娜 对于墨西哥队来说这次大运会也是十分重要 因此他也那个比赛对于墨西哥队来说更加重要 向前跳水 同样问题是出现在这个入水方面 腰的部位呢稍微松了一些 所以水花有一些大 这一次的大学生运动会呢 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没有来参加 乌克兰选手尤利亚和阿里纳这一跳是 反身跳水 两个人自己完成的动作质量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看到镜头右边的这名运动员呢 他就是起跳的时候稍微的 还有刚刚不到一年的时间 伦敦奥运会就要开幕了 因此呢现在各支队伍的选拔工作 在每一战的比赛当中把队员的成绩按照积分资格 对但是有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一个是表现不错 但是到了轮断奥运会前 比如说他的状态稍微差一些 或者是如果赛前呢出了一些什么状况的话 可能就会选择其他的队员来 像我记得在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 当时查出了对手腕是中撞骨骨折 所以临时是把虎家换上去 两个人选择的是一个反身跳水 上海市井赛结束之后 在中国做了短期的集训 直接来到深圳呢 后面这一部分选手来说呢 其实是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克服的问题 从这一轮一直到最后一轮连续三条 他们现在选择的是一个向内翻腾两个半区体 在入水的时候呢 腰部位呢比较松 这位就是奥家 王兴和陈若霖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101.40还在第一位 两个人选择的是一个向前翻腾三周半区体 毕竟是这么多年搭档了嘛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 但是 入水的时候呢 处理的稍微差了一些 只参加女子十米跳台 双人的一个项目 跳到一半还没有入水的时候 现在可能观众就已经开始欢呼了 一定要等到运动员入水之后 再响起掌声 马来西亚队 两个人也可能刚刚的意思也是在运动员在做这个翻腾动作的时候呢 看台上还是有一些闪光灯 闪光灯和这个喧哗 这些动作只拿到了62.10 在这次的比赛里面 这也是所有搭档当中 这也是所有搭档当中唯一的一队用了这么大难度的动作 尤其是像宝拉和她的同伴主要是看她的同伴的发挥 因为宝拉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在上海事业拥起标赛呢 两个人其实还是 但是塔尼亚呢 就是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最后没有取得一枚奖牌 感谢马教练 他就说像我们墨西哥人 比如说在生活里面 常常会很粗心 下面来看乌克兰选手尤里亚和爱琳娜 我们看到镜头左面的这个运动员呢 在跑台的时候就明显的就往前冲的意识 两个人都同步分 6分6.5 10分是满分 0分为失败 怎么说就是起跳的时候还是没有登起来 而且Jennifer我看她可能感觉还挺好 所以打开的时间比较早 所以Jennifer还可以入水 基本上是统值了 在人会之前我们也曾经预料到 就是有一些参加了世锦赛 不管对于运动员的体能和精神来说 都是极大的考验 因此呢 大家会把自己的这个波峰状态放在世锦赛 那紧接着很有可能就进入调整区了 对尤其像Sara 她是在这个旅途劳累 还是对她影响挺大的 这样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 宝拉和塔蒂亚纳 第四个动作 俄罗斯选手奥加和塔蒂亚纳 今天他们的前两个自选都是两周半的动作 让身甩的比较厉害 所以在打开的时候也是不能非常好的找到目标点 这样的话 拿到了50.46 总分199.98 下面来看王欣和陈若霖 墨西哥选手超过排在第二 非常漂亮 其实对于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是看他们入水 即便是通过慢镜头来看每一个细节 两人完全重叠在一起 88.32 梁敏仪和潘德莱拉这一跳向内翻腾三周半 也不错 也不错 镜头上面可以看到她的入水水花是压平了 梁敏仪的入水稍微不够了一点点 今天盘德莱拉的这个动作比昨天的跳单人的时候还好 动作的这个质量啊 包括就是成熟度都比这一跳也是407C连续三位队员 我们可以从半镜头上看一下 她明显就是比她的同伴金香要低了很多 两个人也是同样在入水的时候呢 水花没有压住 得分是262.62 在这一跳当中 宝拉和塔迪亚娜要跳难度很大3.3 因为过了一些 塔迪亚娜呢不够了 这个就是在同步配合里最不好的一种情况 对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 这一条他们拿到了75.24 这个动作起跳不好的话 空中就会掉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看到她的这个入水啊 就是两个人坚持的还不错 在上一轮结束之后 他们排在第八位 这个动作大部分的选手在前面一轮已经做过 Sara也是同样在跑台的时候呢 向前冲得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看到她的这个动作完成的比较低 四条之后 圣语师呢都没有跟上他们的镜头 但是我们看到她的这个入水处理 来看一下在第四轮结束之后 位置又有了新的变化 每一场比赛都跳得很high 特别高兴 其实在今天上午 男子一鸣跳板的预赛里面 有一个美国的队员是 她最后一轮动作 奥加和纳塔利亚最后一跳 两人选择的 我们看到纳利亚她的这个起跳上升 往后倒得太多了 所以掉得比较快 有的时候起跳的配合还是非常重要的 先前的得分262.62 好漂亮 在单人的比赛当中都处理的好多了 没错 两个人的这个同步啊 入水都非常完美 在349.98 2米1和盘德莱拉 对向后翻腾三一周半 转体三周半 起跳啊 空中 包括入水的水花 他们两个人今天就是在第一轮的自选动作上面 2米1是稍微的过了一些 316.98这个位置 这个分数现在是第二 后面对于奖牌最有竞争力的就是墨西哥跟美国 两个人是同样完成一个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在空中有一些掉的比较快 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呢也是不够充裕 时间不够多的话在入水的时候 总分295.32 排在第三位超过俄罗斯队 很关键 是不是能够收获一枚奖牌 两个人的动作之后第一周转体基本上不掉 对我们看到保拉就是转体完一周半抱腿的时候 整个人还是在十米台的这个位置 分数超过了马来西亚 现在排在第二位 来看乌克兰 在这个镜头左边的运动员 她是没有完全的这个蹬起来就做转体动作 所以掉的呢比较快 两个人出现了一上一下 这样他们的总成绩289.56 萨拉和Jennifer Cowan 同样是一个转体动作 萨拉的入水呢还是不够了一些 在五组的动作当中两个人转体的方向不一致 呃裁判员是不会扣分的 270.54这个分数目前排在第六 第五轮的所有队员当中 只有美国队用了3.3难度的向后翻腾一周半 转体三周半 超过马来西亚 获得一枚奖牌 在这个脚尖膝盖的姿势上面稍微差了一些 因为如果想要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的话 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个这个细节上面的差错 这样呢 这场女子双人失敏跳台的决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确实在双人的比赛 尤其是女子比赛里面做中多周转体 确实非常少 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 王欣陈若霖349.98分获得了冠军 好的